The Seraphim的金采源和小银花都是同一组的成员 但两人也是现已接散的S1的前成员 在最近接受Viverse杂志采访时 采源谈到了他在Source Music的新开市 其中一个话题是他与小银花的联系 采源出人意料地透露 尽管他们之前作为一个团队在一起 但两人只是在与HIP唱片公司签约后 才成为亲密的朋友 他评论说 因为S1是一个由12名成员组成的团体 所以很难接近他 但他很高兴 他们现在已经走得更近了 另一人惊讶的是 我来到这里后才更好地了解了小银花 我从没想过我会再次与他一起工作 我们都说我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并出对方好运 我们现在如此接近 以至于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当时从没接近过 他不是一个表达自己的人 但现在我更了解他 我能感觉到 他是一个比我想象的更温暖的人 采源还透露 但现在已经更加依赖对方了 一切都变得更好 我们甚至不必说什么 就能感受到 他过得很艰难 或者如果我感到很累 那么他也会和我一样相互依赖爱到寒舍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